斯提帕卡普罗尼实验飞机 是由意大利卡普罗尼飞机公司的设计师 路易斯·斯提帕 于1932年设计制作的一款 实验性寒道塞螺旋桨飞机 该飞机在历史上 被视为是涡轮飞机的设计灵感来源 斯提帕卡普罗尼实验飞机的外形非常独特 宛如一个巨大球桶 看上去很是呆萌 可以说它是航空史上最萌的飞机 斯提帕卡普罗尼实验飞机的机身 是一个中空的桶形结构 它的发动机以及螺旋桨 都被收纳在了这个中空的圆桶里面 形成了一个机身寒道 有些朋友对寒道这个词很陌生 寒道就是指气体流过的通道 言归正传 由于机身内部被发动机和螺旋桨所霸占 所以斯提帕卡普罗尼实验飞机的飞行员坐舱 只能安装在飞机机壳的顶部 跟一般的飞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为一般的飞机的驾驶舱 都是在机身的内部 而且由于斯提帕卡普罗尼飞机 本身看上去就非常滑稽 再加上飞行员又在机壳上部坐着 看着就更加滑稽了 宛如人骑在酒桶上似的 幸亏它不是战斗机 不然在战场上那就是另一种风景了 但也千万不要小看它 斯提帕卡普罗尼飞机 可是世界上第一个半只脚 踏进喷气式飞机的 并且它对喷气式飞机的发展 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开启了世界航空领域全新篇章 斯提帕卡普罗尼飞机的长度为5.88米 一展14.28米 高3米 驾驶舱可以容纳1到2人 装载重量达800公斤 体型非常小巧 斯提帕卡普罗尼飞机最大的优点 就是在飞机飞行时非常的平稳 且它的降落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68公里 不过它的飞行速度却不太行 它的发动机仅120马力 最大飞行速度仅为每小时131公里 这在飞机中可不太理想 自然意大利军方对这架飞机也不感兴趣 不过在最初意大利政府对这架飞机还是非常期待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架如此呆萌的飞机是怎么被研发出来的 在飞机这种东西刚出现时 飞机都是依靠螺旋桨产生推力 而如果想要增加推力 那就必须要提高螺旋桨的转速 或换一个更大的螺旋桨 再或者就是给飞机增加更多的螺旋桨 但这些解决方法都需要发动机提供更大的输出功率 而发动机功率越大 它的油耗也会更高 且发动机本身也会更重 这会导致安装在飞机上 飞机也会变得更笨重些 显然这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那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肯定有 在上世纪30年代 一位名叫路易吉斯提帕的意大利工程师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把螺旋桨和飞机引擎放在一个锥形的寒道内 而螺旋桨启动后所产生的气流通过寒道就能实现压缩加速 这样就能在没有额外动力的情况下 使得飞机产生更大推力 也大大提高了飞机引擎的效率 可以说这是个非常奇妙的想法 他完美地将流体动力学原理应用到了飞机的引擎上 在有了这个想法后 路易吉斯提帕便开始了研究 他花费了数年的时间去计算寒道的最佳形状 以及螺旋桨的最佳尺寸 不过这终究只是理论 于是路易吉斯提帕便打算找一位能真正造飞机的人 来正视他的想法 而上世纪30年代 又正是意大利航空领域发展的高峰时期 在贝尼尔·莫索里尼统治下的法西斯政府 也召集推广新科技 以此向世界展示意大利的实力 虽然路易吉斯提帕的想法非常的激进 但看起来还是蛮靠谱的 于是在1932年 意大利航空部便召集了一家意大利飞行公司 来协助路易吉斯提帕一起研发原型机 这家公司就是卡普罗尼飞机公司 卡普罗尼飞机公司 是当时意大利最为著名的一家飞机制造商 为意大利研制出了许多性能优异的飞机 在卡普罗尼飞机公司接到这个任务时 该公司就表示 他们非常乐意协助路易吉斯提帕 来一起研发原型机 因为他们认为路易吉斯提帕的想法非常好 他们也想做一下自我挑战 于是路易吉斯提帕与卡普罗尼飞机公司 很快就研制出了原型机 不过研制出来的原型机却并没有被大众所接受 因为以1930年的飞机评判标准来衡量斯提帕卡普罗尼实验飞机 它无疑是一个失败品 原因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性能参数实在有点太弱 且外形属实有点太滑稽 不过斯提帕卡普罗尼实验飞机也证实了路易吉斯提帕的想法 虽说它的性能并不好 但它的的确确是增加了飞机的推力 甚至还增加了飞机的升力 且飞行时的稳定性也是并非寻常飞机能比的 这些都证明了路易吉斯提帕的想法是对的 而且这个想法很可能将会彻底改变整个航空业 原本路易吉斯提帕还准备再起草一些大型多发客机计划 打算开创一个航空旅行新时代 不过随着斯提帕卡普罗尼实验飞机的落幕 它的后续计划也都一一被否 因为当时的意大利政府需要的是一个具有震慑力的飞机 而不是一个理论成功 所以对于急于向世界展示科技的意大利政府来说 斯提帕卡普罗尼实验飞机无疑是一个失败品 虽然想法很成功 但并不能立即为政府提供有力的帮助 所以结果可想而知 不过斯提帕卡普罗尼实验飞机这一奇特的设计 却着实推进了喷气式飞机的发展 这个贡献还是非常大的 而除了斯提帕卡普罗尼实验飞机以外 在世界航空史上还有着许多比较奇特的飞机 不过他们就没有斯提帕卡普罗尼实验飞机的贡献值高了 而要说到奇特 那最常见的当属双体飞机了 双体飞机是奇特类飞机中 唯一一个直接还在一线奋战的飞机 其中最为代表的就是特斯拉托双体飞机了 该机是目前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飞机 它有着12个油箱6台发动机 听起来就很夸张 同时它的作用也很牛 特拉托双体飞机的主要任务 就是作为火箭的空中发射平台 它能够搭载一枚火箭飞到10668米的高度 然后释放火箭点燃引擎 并将其升入地球轨道 作用不言而喻 听起来就很强 而除了双体飞机这种较为常见的奇特飞机以外 还有一种飞机 我想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说过 那就是9亿飞机 顾名思义 该飞机有9个机翼 而且是真实存在的 并不是理论机 它长这个样子 非常奇特 那除了上面所说的飞机以外 大家还知道有哪些比较奇特的飞机吗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